这条青年老头意外获得一枚金蛋 他四处无死角清理上面的灰尘 紧接着慢慢拿起来瞄了又瞄 很顺手就拧开了金蛋上的机关 完全不知道危险即将发生 只见金蛋机关旋转后伸出了七条金头 青年老头见此笑得有鼻不见眼了 随着金蛋的机关继续运行 下一秒金腿就大大力咬住他的手 痛得青年老头啊啊叫了两下下 怎么甩也甩不开呢 强忍住疼痛用尽洪荒之力才拔出来 他才知道这个金蛋如此鬼 在评论区输入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 就会触发神奇的语音特效 青年老头有个好听的名字嗨老 他被金蛋咬伤后身体就出现一场 深更半夜起身喝了好几百斤水 当嗨老看到血淋淋的生猪肉时 总是有想上前大吃一惊的欲望 并且身体还莫名其妙燥热难耐 伤口处真的是痒到了心里面 嗨老终于忍不住又拿出了金蛋 放在手掌上用金腿来扎自己的手 瞬间就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感 第二天嗨老突然发现 自己最少都年轻了十岁八岁的 就连亮气都觉得不可思议 看来金蛋还有让人返老还童的功能 就在遥远的三天前 嗨老花两毛钱巨款收回来一套雕像 起初他以为只是普通的百件而已 直到雕像的木珠处爬出几条可爱的小条 于是嗨老开始仔细研究起了这套雕像 还意外从里面发现被迫不包裹的金蛋 之后有条亮仔闪现到了古董店里 还指定买走了这套雕像 殊不知金蛋已经被嗨老弄了出来 对方没有拿到想要的东西 特意留下了一张名片并威胁他马上交出金蛋 随后嗨老翻山越岭来到指定地面 见到了打砸他古董店的主播 对方居然是身患绝症的世界首富颠牛 紧接着颠牛拿出了金蛋的说明说 原来只要被金蛋扎过的人 不但可以包裹百病还可以返老还童 颠牛让嗨老随便开一个架 自己只想拿到神奇的金蛋 不料嗨老却谎称自己毛见过金蛋 很明显他是想留着独自享用 可当颠牛看到其手上的纱布之时 就知道嗨老已经偷偷使用过金蛋 火大火大的就将他驱赶了出去 嗨老走后颠牛急忙打开盒子 却发现里面只有一只黄金锁 另一边嗨老前脚刚刚回到了别墅 就迫不及待将金蛋放在胸口 殊不知使用这种金蛋有巨大的副作用 这条嗨老意外获得神奇的金蛋 只要被这只金蛋咬过的人 不仅可以包裹百病还可以返老还童 嗨老只是用了三五分钟 就感觉身体有了神奇的变化 不但充满活力肾上腺素还直线飙升 殊不知金蛋用多了有巨大的副作用 很快嗨老就发现了异常一幕 自己身体刚刚流出来的番茄汁 居然像卡拉娇一样拥有弹性 并且身上的伤口也消失不见 嗨老也感到诡异但并没有多想 马上月亮期闪现到酒吧里蹦迪 他现在的经历如同二十岁的小伙人 就在这时一条靓仔滴血流流的 嗨老见到这一幕 就如同二哈见到祥一般 于是他就鬼使神拆跟了上去 之后就来到茅厕里假装洗手 等所有人离开之后 嗨老急忙蹲下来看着台面上的血液 心中嗜血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这就是被金蛋咬过留下的副作用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脚步声 吓得嗨老急忙站起了身 看到别人将台面上的鲜血清理掉 搞得嗨老的内心崩溃不已 好在地上还掉有二两个番茄汁 嗨老见四下无人急忙趴在地上舔食 关键时刻有人走了进来 二话不说就大大脚踢向嗨老 等他再次醒来已经被绑手绑脚了 原来绑他的人是颠牛的干儿子貂仔 再三逼问嗨老交出金蛋无果之后 就决定杀人灭口 让金蛋永远消失在世界上 因为貂仔早就想谋权篡尾 然后继承干爹的百亿家产 于是他将嗨老装入汽车后备箱中 想也没想就将他推入万米悬崖 还将自己没喝完的老白干丢了下去 将这场谋杀伪装成酒最后的意外 貂仔回去后从干爹口中得知 只要被金蛋咬到的人 如果心脏没有受损就可以满血复活 很快嗨老的尸体被打捞上来 法医给他整理了移用之后 就开始准备最后的追悼会 追悼会上貂仔也来到了现场 想要确定嗨老到底有没有死透仇 于是就用手捏住他的鼻子三天四夜 并确认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看到嗨老被送进焚化炉才放下悬着的心 殊不知里面烧的只是一副空棺材 此时的嗨老早已经偷偷溜到了外面 于是他挤挤手就先给亮七打去电话 亮七却当作骚扰电话直接挂断 好在大孙子听出了爷爷的声音 并给嗨老准备了保暖的被子 也没有嫌弃爷爷丑陋的容貌 还将他安排在豪华的地下室落脚 嗨老现在也只能依靠金蛋来续命 每天都要被扎几百次才会舒服 很快更可怕的副作用如同洪水猛兽搬起来 这条嗨老意外获得一枚金蛋 只要被金蛋扎伤之后 就可以延年异兽并可以死而复生 可很快副作用越来越明显 嗨老开始惧怕耀眼的阳光 无奈之下 他白天只能躲在柜子里睡觉 到了晚上才赶出来活动 为了彻底了解金蛋全部的命运 嗨老带着大孙子偷偷来到爹牛的别墅 想要找到金蛋的使用说明书 寻找破解诅咒的方法 可偏偏破解的那一页消失不见 就在这时爹牛突然闪现出来 告诉他只有交出金蛋 才会告诉他破解诅咒的方法 说完就用手撕开嗨老的脸皮 呈现出了雪白的肌肤 看来嗨老马上就可以瑞变重生 但前提是必须要吸食大量的鲜血 可嗨老不想成为吸血的怪物 爹牛决定用八百斤的鲜血 用来换取那颗神奇的金蛋 嗨老经过三秒的深思熟虑之后 决定拿出金蛋换取解除诅咒的方法 可下一秒爹牛就用尖刀刺向他 嗨老瞬间全身无力倒在地上 就在爹牛正想用刀上前补刀之时 紧要关头大孙子及时出现 才将嗨老从死神手中救了回来 很快貂崽听到动静感来查看 看到死的不能再死的干爹 貂崽真的兴奋到了脚底 因为干爹死后他就是那个世界首富 随后他就急急脚去追嗨老 想要借此机会得到永生 嗨老先让自己的大孙子逃走 眼看貂崽拿着钢管慢慢逼近 此时嗨老并没有丝毫害怕 直接冲过去抱住了貂崽 两人一起掉入了万米高楼 不久后大孙子找到了死去的爷爷 将伸出腿的金蛋放在嗨老的胸口 下一秒他又再次复活了过来 可嗨老对鲜血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就在他准备对自己的大孙子下口时 大孙子并没有害怕离开 而是对着嗨老轻轻叫了一声 嗨老听到后瞬间清醒过来 他知道自己永生必定会伤害到亲人 紧接着嗨老直接抱起500斤的石头 很顺手将金蛋砸得七八点烂 没过多久 嗨老就在亮七的陪伴下离开了人世 如果你获得这枚金蛋会做出什么选择呢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